第1906集 叶浩轩一动也不动 人由那家伙手中的巨大镰刀 向他的脖子处砍下 但是这家伙也只是虚张声势一下 镰刀距离叶浩轩脖子三寸开外的地方就停了下来 呼 一阵进风吹了过来 虽然镰刀及时地止住了 但是那股进风还是吹得银石王瑟瑟巴抖 你不怕 银甲卫是看叶浩轩这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他不由得笑了 说真的呀 在九幽的身处几乎是很少能见到阴魂的 就算是见到多半也会被吓得要死的 但是叶浩轩却无例外 他非但出现在了九幽的身处 而且他似乎是对这个家伙无所畏惧 你眼里没有杀意 你没有心思杀我 我为什么要怕 叶浩轩微微的一笑 我也相信 地魔重心不是那种滥杀无辜的人吧 挺有意思的一个家伙 带走 带到大人的营帐里面去 银甲卫是笑了 他一挥手 马上有阴兵上前 用铁链把叶浩轩和阴石王给锁了起来 叶浩轩没有反抗 他想看看所谓的地魔到底长得是什么样的 他也想看看地魔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主人 我们这一次完了呀 我们真的完了呀 在铁铁铁上 一路上阴石王都在重复着这几个字 他惨然道 地魔重心 那可是一个大魔头啊 他看谁不爽 就要把谁给炸了 大人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落入了他的手里 就只有任由他宰割的份了 我们这一次真的是完了 我们这一次肯定不会有活路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面对这家伙无穷无尽的哭诉 闭目养神的叶浩轩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睁开眼睛写了阴石王一眼 你再废话一句 我现在就把你给烧了 阴石王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 他果然不说话了 说真的 他刚才有抱怨的嫌疑 他抱怨叶浩轩不该向这个方向走 这下好了 他们两个人都被抓到了 他们所面临的 则是无穷无尽的折磨 但是他忘记了 叶浩轩也是一个狠角色 叶浩轩可是能施展出真火的人呢 如果他真的惹急叶浩轩了 叶浩轩现在就一把火把他给烧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 阴石王当下紧紧地闭上了他的嘴 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他生怕叶浩轩火了 一把火把他给烧成了灰 可是大人 你刚才为什么不反抗啊 阴石王这才想起来 叶浩轩可是一个狠角色 虽然九幽巨魔同样巨大 但是叶浩轩也不差呀 而且他是初来九幽 根本就不知道重新大名 出生牛犊不怕虎 按理来说 叶浩轩应该没有这么配合的 跟他们走才对呀 可是为什么叶浩轩这一次 为什么这么老实呢 反抗 我为什么要反抗啊 叶浩轩小了 这些家伙们不过是一些小角色罢了 如果我反抗的话 想见他们的郑主就难了 还不如让他们把我带到他们那里去 这样的话 岂不是省下我很多的麻烦 叶浩轩呵呵地笑道 殷石王牧等口袋 他不知道叶浩轩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他吞了吞口水 主人 你有所不知啊 这个地魔虫心 他 他很厉害的 他 他杀人不眨眼呢 哦 我知道 叶浩轩无所谓地说 比狠 他可能比不过我 殷石王愣了 他吞了吞口水 他不知道叶浩轩到底是 真的不怕 还是强装真定 不过叶浩轩 有九阳真火 这种真火 即使是九幽巨魔 他也扛不住啊 所以他便安静下来 他觉得叶浩轩一定是有恃无恐 他不怕重新 想到这里 殷石王倒是安慰了不少 当下他便安静下来 一个巨大的兵营 这个兵营十分的庞大 戒备也是十分的森严 遍地都是身穿 重甲走来走去的阴魔 而且看这些阴魔 源源不断 运兵器的样子 恐怕是有一场硬仗要打 叶浩轩没有来得以夺看 便被这凶声扼杀一般的阴兵 给推进了帐篷里面去 这是一间十分庞大的营长 里面站着两排银甲统领 这些统领披挂整齐 而且看着身上流露出来的杀意 绝对都是属于那种身经百战 不把人命放在眼里的家伙 不是 大人 这这这 我们的赤猴在冰心大寨三百里开外 发现了这两个人 而且这两个人还杀了我们两名赤猴 押送叶浩轩回来的那名银甲卫士说 吴追 你是说 这个银石和这个生魂 胆敢杀了我们的赤猴 最前面的一个银甲卫士鹤道 他们哪来那么大的胆子 来啊 拖出去扎了 不是不是 大人 这这生魂他可不是一般的生魂呢 吴追 向正前方的一张太师椅上 坐着的那名 神批仲甲的人说 所以我觉得 大人还是亲自审问一番吧 最好是弄清楚他们的来历 坐在正前方的仲甲人 正是这个 天魔崇新 他身高丈二 体型庞大 他的那张脸发绿发青 虽然看起来像是正常人的脸 但是总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 你叫什么名字 崇新发话了 他喝道 我崇新的赤猴你也敢杀 你是真的不怕死啊 你就是天魔崇新 叶浩轩看着最前方的那个人 他上上下下的把这家伙 给打量了个遍 不是叶浩轩对这家伙好奇 而是叶浩轩从来没有见过 九幽巨魔长什么样 他这是第一次看到 免不了要多看几眼 没错 正是本尊 崇新笑道 果然不是一般的神魂啊 居然不怕人 很普通吗 叶浩轩接下来的一句话 几乎触怒了室内的所有人 两排银甲统领起步上前 他们对叶浩轩大喝道 大胆 见到大人还不下跪 叶浩轩倒是被这两边的气势给吓了一跳 随即他就反应过来 他呵呵笑道 我下跪 我跪天跪地跪父母 但是说真的 我从来不跪外人 你算是什么玩意儿 也配我向你下跪 放肆 一名银甲统领大怒 他举起手中的长刀 就要斩向叶浩轩 但是被重新给喝止了 嘿嘿嘿 有点意思 一个小小的神魂 居然也敢到我这里来捣乱 冲心笑了 他站起来 庞大的身体几乎像是一座小山一般 他每一步落下 地面都会微微地震动一下 他直接走到了叶浩轩的跟前 盯着叶浩轩打量了一番 然后笑道 你们见过这样的神魂吗 大人 神魂我们是见过 但是像他这么嚣张的 我们是头一次见 对 应该把他给扎了 扎了太便宜他了 应该让他尝尝 这看生丝魂魄的滋味 一杆引甲统领 纷纷地叫了起来 他们觉得叶浩轩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你知道我是重新吧 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你这是要干什么 打仗吗 叶浩轩有些疑惑地说 打仗 重新哈哈大笑 没错 没错 就是打仗 冰心那个女人 占我太多的地盘了 我重整旗鼓 就是要反击回去 让他以前吃下去的 全部给我吐出来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叶浩轩恍然大悟地点脸头 那我们只是路过 你们继续开战 跟我们没有关系 那你杀了我的两个赤猴 现在又说跟你没有关系 你觉得我会信吗 或者说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 我一点也没觉得大人傻 真的 叶浩轩认真地说 你真的是这样觉得的吗 对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的 叶浩轩认真的一点头 你不是傻 你是蠢 你知道吗 如果我杀死你 就像是捏死一只虫子 那么简单 冲心脸色难看地说道 我说的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 你这次集结队伍是干什么的 进攻天魔兵心 他之前从我手里 夺过去太多的东西了 现在我要把失去的东西 从他的手里夺过来 冲心重重地一握拳道 我忍那个女人 已经忍了很久了 你的这些队伍看起来厉害 手位也很森严 战斗力也很强 但是正是因为你的蠢 所以这一战是不可能战胜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现在就带着人走 否则的话 你会死得很惨 你闭嘴 小子 我们大人英明神武 怎么有你说的那么不堪呢 我看你小子是偏痒了吧 一个统领怒道 我来的时候已经观察过两侧的 有行兵的痕迹 你们既然派出了赤猴去探查冰心 那就说明你们的大队还未前行 对 我们现在正打算拔营前去进攻的 因为我们看了 兵心那里守卫松懈 正是我们进攻的好时机 有一个统领说 幼稚 人家那是故意的让你们放松警惕的 既然你们大队未行 但是山路两侧有行军的痕迹 那说明什么 说明了什么 崇心绝对是一个死之发达 头脑简单的家伙 叶浩轩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还傻傻地问 这说明你们早就已经被兵心给盯上了 而且我觉得 兵心很快就会攻过来 可惜啊 你还不自知 你还在这里策划着怎么去进攻人家 你不是蠢是什么 哈哈哈哈 哪里来的狂妄小子 我们这一次行军十分的隐秘 兵心怎么可能会知道 有一个统领哈哈大笑 小子 你是外行人吗 你懂不懂得如何行军打仗 你说的我还真的不懂 但是我这个外行人都能看得出 现在是怎么回事 你们却还在这里策划 真是好笑 我劝你们也别在这里策划什么了 投降回去吧 把这小子给我拖出去 生死魂魄 重新大怒 他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战斗 虽然这家伙的大张头脑不怎么样 但是阻挡不了他好战 现在叶浩轩的每一句话 几乎都是在打脸 这让他怎么能不怒 是 大人 我让这小子尝尝 这生死魂魄的滋味 一个大统领他就冲上前来 他伸手就要拉向叶浩轩 抱 一个扯着长烟的声音 就慌慌张张的传了进来 一个卫士慌忙的跑进来 大人 不好了 冰心 冰心他这人杀过来了 他势不可挡 我们的外围一个照面就损失惨重啊 什么 冲心大怒 他披好了衣服 大吼道 都给我做好准备 我们冲出去 杀那个娘们儿一个措手不及 哇 这当下室内乱哄哄的 一群人争先恐后的跑了出去 至于说生死夜好轩的魂魄 那现在恐怕是没有人鼓得上了 这一时间 这偌大的大营里面变得是空空荡荡的 只有殷石王和叶浩轩了 主人 你真厉害啊 你 你是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殷石王目瞪口呆 他不知道叶浩轩居然这么厉害 他是怎么看出来冰心已经带人过来的 哎 不是我厉害啊 而是刚才那家伙太少了 叶浩轩微微的摇摇头 亏他还是一方巨魔呢 除了四肢发达之外 根本就是一无是处 哼 他还想跟天魔比 在我看来 他比起天魔 那真的是差远了 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